2016年苹果发布第一款无线耳机之后 人们瞬间为之疯狂 随着市场上也出现了大批优秀的无线耳机产品 不菲的价格和优秀的使用体验 让无线耳机成为追求时尚科技的众多年轻人 必备装备之一 但问题也随之产生了 有些人相继出现了耳朵疼痛 流浓 结痂 发炎等症状 人们纷纷对无线耳机产品产生了质疑 但真的是无线耳机造成的吗 探讨数字生活现状 提供数字生活方案 发掘数字生活工具 这里是Torbook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无线耳机还没有兴起的时代 人们都使用有线耳机 但很少听说有人因为戴耳机发生耳部疾病 那有线耳机和无线耳机最大的差别就在于 一个通过电流传输信号 一个通过电磁波传输信号 难道是电磁波在作祟 2019年来自40多个国家的250名科学家签署了一份请愿书 要求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警告无线技术的无线电波辐射 他们强调 对于像EMF辐射这种低功率无线电波的影响 动物暴露在其中时 生殖 神经和遗传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 并且像AirPods这样的无线耳机交谈式产生的磁场 必须经过大脑 但官方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原因是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 人体也会受到影响 那是无线耳机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吗 前面提到很多人使用了三星无线耳机之后 出现了耳朵发炎等症状 还有的用户将耳塞部分贴在手臂上一段时间 接触部位也出现了发红 臊痒等症状 三星给出的回复是 他们的耳塞含有丙烯酸脂和镍 因此过敏的人应避免长时间佩戴 也有很多苹果用户在帖子里讨论自己佩戴无线耳机后 耳朵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我们也在苹果官网看到了材质过敏说明 同样是丙烯酸脂和镍 所以无线耳机大概率都会包含这两种易过敏材质 对他们过敏的朋友应尽量避免 到这里有人会问了 那我50块钱买的华强北AirPods能用吗 当然可以用啊 如果耳朵对你不重要的话 不过又有人会说 我朋友买的Momentum True Wireless 2 戴了几个月耳朵照样出现了问题是怎么回事 这耳机里也含有这两种物质吗 到这里我们不如这样问 如果无线耳机里不包含这两种物质 就不会伤到耳朵了吗 答案是 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变得少了起来 大家坐地铁 坐公交 外出跑步 旅行的时候 为了避免干扰都会使用耳机来创造一个个人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 大多都会使用类似AirPods Pro这样拥有降噪功能的无线耳机 把耳机狠狠地塞入耳道来创造更为私密的个人空间 但这时耳塞会紧紧地贴合我们的外耳道 挤压耳道软骨上的叮咛线 导致叮咛线分泌过多的叮咛 也就是耳屎 形成叮咛酸色 并且这时 这里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 时间久了就可能导致外耳道空气流通不畅 潮湿闷热等问题 创造的是和细菌 真菌 繁殖的条件 而外耳道又是人体比较脆弱的地方 慢慢的耳朵就会产生不适 甚至引起疾病 而通常 在厂商不依余力赋予耳机超长续航能力的情况下 一个不良循环就形成了 你将耳机塞得越紧 佩戴的时间越长 你的耳朵健康就越无法得到保证 但谁不喜欢在嘈杂的车厢 拥有属于自己的私密空间呢 所以我们建议每次使用无线耳机的时长 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适当给耳朵休息的机会 它才能持久地为你服务 最后还有我们自身的卫生因素 这是你的耳机吗 有些人对自己的新耳机呵护被制 但一段时间之后新鲜感不在 也就不会频繁地给老朋友打扫卫生了 甚至有时候老朋友掉落在地面摔个四脚朝天 本着不过三秒的执念 也都是捡起来吹吹 又塞到耳朵里了 这样操作耳朵能不生病吗 目前市面上也有很多产品在耳机盒里配备了紫外消毒 但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防范和保持足够的卫生意识 这里苹果提供的清洁手册就值得我们学习参考 不得不说 无线耳机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娱乐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未来它也会以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式继续提供更多的可能 但我们也需要注意到 它是普通的也是矛盾的 普通在于它仅仅是众多优秀的科技产品之一 矛盾在于它既能够带来便利 也能够给我们带来伤害 无线耳机案例成为人类数字生活进程中一个小小的缩影 无线生活也被各大科技公司提上了日程 彼时空间的概念将会被弱化 人们也将进入新的数字生活 但科技与健康之间的羁绊也将继续 如果你对这方面的内容感兴趣 我们将持续更新科技与健康的相关视频 三连预定就可以了 你的支持就是我们产出最大的动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